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在2008年就做了胸膜炎手术 孙胜泉本人也于2012年做了脑萎缩手术 两场疾病让父子俩根本干不了中活 如今生计都成了问题 和孙胜泉同样无奈的还有村民徐增海 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病 需要有专人照顾 在茶园村 徐增海家可能是最贫困的农户 但是滴宝对于他来说也是渴望不可及 记者正在徐增海家采访拍摄的时候 一个女村民突然哭着闯进门来 叶文田的家在两公里外的一个高山上 他告诉记者 他的老公黄群汉多年来腰腿疼痛 他本人做过子宫肌瘤手术 都干不了中活 儿子黄英良视网膜脱落 每年都要借钱治疗 昨天又借了四千元住院了 而媳妇和八个月的孙子 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土房破旧不堪 早已成了微房 全家人只能依靠几分地的魔育 和养点丧残勉强维持生活 即使这样 全家人也享受不到低保待遇 一年中收入多少钱 就是四千来块钱 四五千块钱 没有别的收入 那你这要了几年低保的要不来 没有要到 所以我们不能吃低保 在差原村 老弱病残吃不到低保 几乎赤贫的家庭吃不到低保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吃到低保呢 村支出的群人还有人吃低保吗 曹光卿是差原村的前任老支出 他告诉记者 部分困难群众之所以对低保评选有意见 根本原因是不公开 不透明 村干部的亲属保 关系保过多造成的 上去党委发的文件 这个阵子全都不开会 全都不知道 只是在后面了解 好像踏实的有 好像踏实的有呢 村民们反映 普通村民哪怕再困难 要申请的低保指标也很难 可是有的村民经济条件不是很困难 有的甚至住着漂亮的楼房 却连续多年享受着最高标准的低保待遇 从徐阳县民政局的统计结果来看 村民杨友文从2008年开始 一直享受着三个人的低保名额 村民程春海从去年开始 全家七个人都持低保 村民丁华亮的兄弟 从2012年开始一直持低保 村民沈霞虽然也有病 但是儿子常年在外打工 从住房 家用电器等条件看 要比孙盛泉 徐增海 叶文田等家庭好得多 但他从2007年至今 连续八年再去低保 之所以这样 因为他们有一个好亲戚 村之书 杨有武 同样 村委会主任 成功英的父亲成茂鼎 弟弟成功祥 一家四口人 从2007年就开始持低保 他的姑姑成茂贵 有着村里最好的三层楼房 屋里的装修装饰 家具家电 对于其他村民来说 几乎是遥远的梦想 但这不妨碍他从2008年至2013年 连续持了六年的低保 保障标准也是最高 按理说低保首先要照顾 老弱病残的农户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农村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农村居民 主要是因病残 年老体弱 丧失劳动能力 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 造成生活长云困难的农村居民 而且陕西市民政厅 巡阳县民政局 对于低保的申请 有着入户调查 民主评议等等明确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在巡阳县 会出现该吃低保持不上 不该吃的能吃七八年的 怪现象呢 民政部下发的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 审批办法规定 户籍状况 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是认定低保对象的 三个基本条件 从2010年到2014年 巡阳县规定的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分别为 1196元 1600元 1840元 2020元 和2200元 年人均纯收入 低于相应标准 拥有本地农村户口 且家庭财产 符合规定条件的 才可以申请低保 按照规定 申请低保所填写的内容 必须完全属实 绝无任何虚假 否则 除了要退回低保境外 还有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村民们告诉记者 杨永武妻子的哥哥 丁华林 2011年低保申请表上 写的未生育就是假的 丁华林也没有孩子 两个孩子 他两个孩子 一个于宾 一个丁涛 有两个儿子 记者注意到 2011年的低保申请审批表 通过了村支书杨永武 和童木镇政府干部 周永的签字确认 是这样 这是没有生育 是的 这是你认真核实过的 这是我写的字 是的 丁华林到底有没有孩子 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记者找到了丁华林本人 核实情况 你儿子于兵去哪了 于兵出哪儿去的 干什么去了 他上大工 于兵是你大儿子 还是小儿子 那是大的 村民们反映 丁华林之所以隐瞒家庭成员 为的就是隐瞒收入 片池低保 家庭人均纯收入 必须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才能申请低保 学阳县2011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是年人均纯收入1600元 同年陕西省的最低工资标准 为每月860元 也就是说 一个三口之家 哪怕有一个人只打工半年 每月即使是860元的工资 半年的收入就会超过4800元 也就不符合吃低保的条件 村民们还反映 村民城茂顶有五个儿子 五个女儿 其中有两个儿子 是国家退休职工 还有一个儿子经商 应该有足够的赡养费 但是他的三儿子成功祥 隐瞒父亲的收入 吃低保达八年之久 按照国家规定 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中 除了工资性收入 农业生产收入 财产性收入外 赡养费 抚养费 失业保险金 社会救济金等转移性收入 也要列入家庭总收入 老人说的第三个儿子 就是村委会主任 成功英的哥哥成功祥 在这份低保申请表上 成功祥一家三口 其父亲成茂顶的 全部家庭年收入 只有800元 也就是说 包括成功英在内的 其他四个儿子 都没有履行赡养义务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你们哥几个 一年要给老父亲 多少养老钱 因为有个具体的数字 这个没有 这个我们 我们是按照资格的能力 有的给 有的还不给 这个就是按照个人的收入吧 这几年你给了多少 这几年我给的不多 儿女成群 却都不尽赡养义务 还具体占 本来就不多的低保名额 学阳县民政局 社保办负责人 告诉记者 多子女的家庭 如果拒绝提供 赡养费数额的话 应当按照子女家庭的月收入 来核算赡养费 比如说有些子女 他本来就是低保对象 这个就需要 他的父母 他的赡养费 就可思维一点 如果他子女 又赡养义务的话 赡养能力的话 就要据实核算 应提供的赡养费 申报表 虽然可以造假 但是按照规定 是需要经过村干部 群众代表 开会评议的 人数众多的亲属保 关系保 怎么就能通过呢 调查中 记者发现 村干部对普通村民的资格审查 严格的几乎苛刻 对自己的亲属 关系户 则网开一面 甚至默认造假 加上乡政干部 入户调查时不认真 走过场 亲属保 关系保 于是堂而皇之的 出现在低保名单中 按照国务院规定 县级民政部门 是低保审批的责任主体 审批前对低保申请家庭 入户抽查比例 不得少于30% 乡政人民政府 是审核的责任主体 应对低保申请家庭 逐一入户调查 但这一规定 在很多地方 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低保措施 是政府的良心工程 目标明确 实施办法明确 但在一些乡村 它却成了少数干部的福利 再好的政策 也要靠基层干部来执行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利 却得不到有效监督 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土皇帝 惠民政策 都成了他们捞取私利的机会 要改变这种情况 就必须完善乡村的治理机制 只有乡村干部的权利 得到有效监督 惠民政策 才能真正让农民感到温暖 近日记者从国务院719特达道路交通 微化品燃爆事故调查组获悉 事故责任当中有10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7月16号 在护坤高速湖南段 一辆违法装载酒精的香市小货车 与一辆大客车发生追尾后燃烧 事故造成了43人死亡 那么这样一场重大事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动画了解一下 据现场的目击者介绍 在凌晨的车祸发生之前 前方就已经出现了两车碰撞 高速路上出现了堵车 后面的车辆也堵成了一条一两公里的长龙 大约在凌晨三点多 大客车驶到了被堵车辆的车尾 然后缓缓停下 但是在这个时候 后面驶来的再有酒精易燃物的香市小货车 并没有降低车速 直接冲了上来 发生了追尾 香市货车的酒精流出并且开始燃烧 随后发生了爆炸 大客车和香市货车都被燃烧起来 中间行道和旁边的三菱小客车 和两辆大货车也很快被引燃 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 事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 涉嫌非法改装 并且违规运输 微化品的香市货车追尾 导致了爆炸燃烧 事故调查人员介绍 如果是货车和大客车追尾 本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但这台经过粗糙改装 伪装的香市货车 在碰撞之后 其内部非法加装的容器破裂 6.52吨的乙醇 瞬间泄露之后爆炸 周边车辆根本来不及反应 才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后果 伤亡重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被追尾的 再有53人的大客车在违规时段行驶 按照规定 长途客运车辆 在凌晨2点到5点必须停止运营 但是事发的时候 司机并没有遵守相关规定 依然在路上行驶 高速公路上司机违规运营的 很多现实情况 让人深思 交管部门出台规定 要求长途客车司机凌晨2点至5点 必须停车休息 调查发现 执行后半夜休息的远途客车 效益都因此受了影响 是肯定影响 现在我们现在有空的 拉了10个人 上车现在没人要跑的 他几个人 原来很多乘客选择夜班大客车 是希望能吸发招致 睡一觉就能到达目的地 但停车休息 使客车失去了这个优势 没有进那里 以前是7个小时跑 8个小时跑 最慢 现在13、4个小时了 旅客不方便 有的告诉你 怎么不走了 如果晚上住宿停车 你怎么认为这个事 我还不如坐火车 有的时候还没有 坐火车速度快了 其实为了防止客车司机 夜间疲劳驾驶 一些客运公司 都给客车装上了GPS监控系统 但由于制约力度不够 在执行上 效果并不好 走路之后 或者在这个自备室关闭 那个摄像头呢 也不对着原来的范围 制度执行难 监管难 就前层着安全隐患 在719事故发生之后 最近我们的记者 又在夜间的高速路上 再做调查 那么现在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钟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金哈高速的深海关服务区 我们看到啊 有一些这个长途客运车呢 正在这里进行休整 而一些乘客也利用这一段时间 正在进行着这个自由活动 你是去什么地方啊 回水扬 回水扬 水扬 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连岗的时间 连岗的 你在这里边休息多少时间呢 什么时间来的呢 两点到 什么时间走跟你说了呢 五点嘛 乘客们告诉记者 他们要在这里休息三个小时 五点之后才能出发 而对于晚上 客车必须休息三个小时 对此乘客是怎么看的呢 可能是说这个时间跑 对 那个 披导驾驶吧 可能 对 对 车上都不好 现在 国家规定嘛 现在只能休息 后能跑 现在 披导驾驶出的事故比较多 这样 你说 这待会儿出车里 乘客安全 安全也有保障 经过采访 记者了解到 长途客车有夜间两点到五点 必须在指定地点休息的规定 这些乘客都表示理解 而客车司机也能利用这段时间 进行充分的调整 这规定好 其实我们今天情况 也不困 也不乏 这多好啊 我们是四小时一换 一百三百小时就换了 咱们现在前面不有那个卡吗 四个小时之内必须换卡 除了客运公司 对客车司机有技术监管之外 记者从高速公路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 长途客车夜间上高速路 也受到限制 现在晚上大客车还多不多 就是晚上两点到五点跑 大客车 不让上高速 怕从咱们这想上都上不去 是吧 任何运动都不要 远远到五点 大客车进行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五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收费站 那么这里呢 也是通往东北三省的主要收费站之一 那么从凌晨两点到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在这里观察的结果呀 是没有这个发现 有这个违规运营的客车在这里通行 我们看到目前整改 还是见到了一定的效果 那么如何形成一种安全的长效机制 专家对此又是怎么看呢 每一次发生一起设计后 企业驾驶员高度重视 监管部份投入巨大的力量 但是时间一长 我们一望正 好像得得很快 马上就 又把它丢掉 要继续保持这种 严格的监管内容 可能是呢 要做下来评估一下 这项制度从政策 能够能上升到发 我想这是可能被存事故以后 要认真评估的问题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台风 23号下午3点30分 台风麦德姆登陆福建省福清市 福建多地狂风暴雨 台风已经导致福建部分地区积水 群众受灾 农业生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受麦德姆台风影响 24日凌晨4点左右 福建省周宁县兴业街的一处低洼地 由于强降雨 使附近的河水暴涨 20余名群众被困 接到报警后 周宁县公安消防 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至上午7点半左右 22名被困群众 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麦德姆还给福建的农业生产 带来了较大的损失 记者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看到 有8000多门的水稻发生倒浮 一些五成熟的稻子 齐刷刷地浸泡在水里 而眼下水稻正处于灌浆成熟阶段 这里是位于祥云镇祥山村的第五季果园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 虽然说风力不是很强 可是由此台风带来的 持续性以及严重的降水 却给这片果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像我身旁的这些火龙果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红了 可是无法采摘 因为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 记者在这里看到 台风麦德姆一来 风吹雨打刮果或涨水破裂 或掉落满地 让果农们心痛不已 据介绍 仅火龙果就可能减产6000斤左右 损失在9万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前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插去浏览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Jetzt